佩洛西他原定是10号要造访台湾 但是突然在听到了陆方的回应之后 他晚上的时候就宣布说他自己得了新冠确诊 那目前他的情况是已经转阴了 那台湾的外交部也在积极邀访 那怎么看如果说他到时候还是造访台湾 那么陆方的回应会是什么 那么以上是我的问题 谢谢 关于你问的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严正的表明了态度 而且做了交涉 我们认为美方应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履行美方在台湾问题上 对中方做出的严肃承诺 停止打台湾牌 停止搞以台制化 对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 我们将坚决回击 那么佩洛西议长应该做的是 立即取消而不是推迟有关访问 我们正告民主党当局 要停止勾结外部势力 谋独挑衅的任何图谋 谢谢 谢谢 谢谢